因为还是要走到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 所以我们清理完毕之后 发现这个销售额没问题 这个利润也没问题 数量也没问题 然后全部都检查完毕之后 好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展到数据分析 请问一下 在数据分析 第一件事情 我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刚刚我在做那个星期 这个时候我有做一件事 算了一格 然后快速点两项 把它全部复制出来 好 其实这样子的做法 你怎么知道复制 是因为你去学了别的课程 别的老师跟你讲过这件事 你才知道 可是事实上 事实上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未来的一个知识的获取 他会猜你希望下一步要做什么 他就直接帮助你 举例来说好了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很棒的工具 告诉我你想要执行什么 对不对 假设 我现在想做梳钳分析 我就直接告诉他 我就直接告诉他 梳 钳 分析 对不对 好 然后接下来 假设我点梳钳分析 你有没有发现 他这边 他就说 那你是要去做什么 分析蓝本 还是目标搜寻 还是运算列表 假设我做目标搜寻 你看 在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就可以 请你去设定 你的目标要多少 目标值要多少 变数是什么 例如再举 我要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他就直接打开 他根本就不用 你再去选 我要点插入功能标签 底下的图片 这都是很重要的 甚至在插入这边 有建议图表 就是猜你喜欢 你要画什么图表 所以 我现在 就是要介绍 一个正确的 一个分析的 一个概念 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把它变成 一个表格 也就是 以前我们知道 以前我们知道 我们都是用 储存格的概念 这叫A1 这叫B1 这叫C1 A2 B2 C2 现在开始 以下我所教的 通通没有 表格的概念了 都只有 没有储存格的概念 都只有表格的概念 什么叫表格概念 好 我现在是不是有 很多很多的资料 然后 我要做的事情 都是一致 要去做文的 举例来说 我要去做数据分析 我要去做 什么函数的运算 我要去算 那个出毛利率 等等 这些 好 是大家一起来做 计算 所以 在这个地方 第一件事情 你要把 本来的资料表格观念 变成是 储存格的观念 变成表格 好 怎么变 第一件事情 常用 又是常用 常用底下 很重要的 格式化为表格 请你注意 你现在游标 不用再筛选 不用再筛选 如果你在筛选 就麻烦 请你 干脆你把这个档案 关掉 重开 都可以 不要储存 好 我觉得 在介绍这件事情 我们干脆把 这个档案关掉 不要储存 重新打开 重新打开 好 请你们 现在做这件事 反正 刚刚 其实我们检查完数据 它是干净的 这个数据 绝对很干净 因为这个数据 不是为了要交资料清理 如果要交资料清理 就一大堆是不正确的 好 然后我们要去想办法 把它挑掉 好 请你务必要重新启动 这个以色调档案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把它从储存格的一个表示方式变成储存表格 本来是一个一个的格子 现在我只能定义我一个表格 那就是很多的格子就是表格 好 所以请点常用 格式化为表格 请点它 然后 我们随便挑一个 例如说我挑这一个 你也可以挑别的 我挑这一个 有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没有 我只是希望说 把那个标题啊 变成深一点的颜色 好 然后接下来有看到吗 有标题列的表格 这个是标题列 第一列就是我的标题 而且我现在下面都是我的 就是记录 所以有标题 有记录 构成表格 所以直接点确定 好 请问有跟上 就是你只做了三件事 常用 格式化为表格 然后选到它 在接下来直接点个确定 就做完了 那这个 所以 在这边 但我来自个人 那儿就做了一个 就做了一个 就做了一个 那儿就做了一个 那儿就做了一个 谢谢大家